好,现在我从建立课程的方式来开始操作 那在OneNote这边的课程选单 这边可以点选建立 那你就自己先取一个名字 那我这边先加上一个test 好,那这是开设一门课的名字 那这门课程目前开设完毕 它是属于空白状态 所以我们先增加主题 那我先用 我先不改名字的话呢 我就直接建立主题1或者是主题2 好,那这边就是空的课程 以及这边有两个章节的概念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譬如说这是一段介绍影片的文章 那我就把这个超连结复制 到我的某个单元主题里面 来设定一个单元内容 然后呢,这个单元内容呢 是一个网页 好,所以呢,先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之后 我们就把网址贴上 好,那这网址贴上呢 它先预带了这个网页的title的内容 所以我可以这个时候点它 然后再把一些相关的多余资讯提供删除 那这是一个预览状态 所以也可以预览到这个网页的内容 我就把它储存成为草稿 好,那如果说是影片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段YouTube的影片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网址先直接带过来复制 然后呢,到你的CodeSpace课程空间里面新增一个单元 然后呢,这是一个新增单元 我们就直接影片贴上 好,我只要把网址贴上 好,那这次各位就看到影片的标题也直接带进来 你也可以设定这段影片什么时候开始播 播到什么时候 甚至呢,你也可以自己来设定题目的 在看影片的时候跳出题目来考你 好,那这是先有两个内容做了节点介绍了 不过呢,其实在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Chrome的扩充工具 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好,首先是你的Chrome浏览器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新增这个OneNote的Chrome 好,那我们新增扩充功能之后呢 在这个浏览器的右上角 就会多出一个OneNote的符号 OK,好,那已经新增进来了以后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那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这是我之前在部落格里面 或者在FB里面有建议过 因为我们每次都开很多网页 可是呢,是不是可以批次的 就把这些内容都建立在这个OneNote的课程里头 好,那我现在就以其中一页来做介绍 好,一次先开好多分页 好,假设原本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呢,到编辑课程区再去做贴上 然后再选择标题的设定 那不过你已经安装好外挂之后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网页 如果你觉得它就是你要的内容 我们就只要按下这个内容 然后先选择这个选定的 就是只有一个分页的方式 好,所以我就直接预览发布 然后呢,选定我要放在什么课程 我要放在哪个主题 比如说主题二里面 好,那这样就储存 这样就把这一页在原本你编辑网页的 看网页的地方 就直接建立完课程到这边来了 所以这门课程呢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就会新增了刚才的第三个网站的连结 好,那这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好,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一次比较多的话呢 你就可以做一件这样子的事情 我先做选择 然后这次我要的是全部 好,那因为有些分页它是属于你额外的工作页面 所以你还是可以在这边做筛选 好,比如说这一页我们先不要 然后呢,等一下我会针对YouTube的内容 那各位应该有看到这个YouTube的网址怎么会突然这么多 那因为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YouTube是一个list 播放清单 他就把这这么多的内容全部都抓进来 好,所以我也就顺着这一次把它全部就做进来吧 好,我们就直接全部预览发布 然后这个刚才的一些文章内容 暂时先不要的我就把它点选掉 好,那我们再检查看看到最后 OK,好,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70多段影片一次 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放到主题二储存 好,那这看起来也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好,那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这门课 好,那应该就如原来的预期 这几十多几十篇的影片连结跟文章连结 好,那因为全部一次都先进来了 我才再来做一些编辑的部分 好,比如说这是部落格文章 好,这是部落格文章 我把标题改过了 然后我就把按住这个上下键的方式连结 就把它搬上去 好,所以我当时的整理也就是稍微花一些时间慢慢整理 你想放上来在什么位置上 就比较适合你给将来的学习者浏览的顺序 好,那这是其中一个 那我可以先把这个收合 那因为这个底下太多了 所以我把它的主题 我再新增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都只针对Blockly的部分 然后这个章节我想要先放在上面 因为以后其实都还可以再调整 好,那放在上面的好处就是说 我现在看到的内容我只要往上搬 好,如果说你看到很多Blockly的影片资料 然后这个影片看起来 也许还需要再做一些调整 刚才就是漏掉一个 搬错地方 在这边 对,这个也要放上去 好,所以其实顺序上是都还蛮方便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章节 光是1跟2我也可以直接就对 做兑换 那在方便你编辑我原则的前提下 好,那比如说 怎么样让这个物件可以获得Blockly的code 然后如何控制一些物理的表现 然后呢,指定物件来使用 因为他刚才我说过 有些影片其实可能很多段 或者是我自己 这是重复完全相同的内容 那我就可以把它删掉 好,那这个编辑上就蛮直觉方便的操作 好,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它 那还有另外一种是 如果说现在这个主题是在第二个Blockly的话 那我也许往下走 走到蛮后面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也是Blockly 如何使用Blockly 那我就把它点选这个网页的编辑 除了你可以选择 网址修改或者是名称标题之外呢 我可以这个时候来改Blockly 然后呢,甚至把这个影片就放在 因为感觉起来是 一开始介绍Corespaces里面使用Blockly的第一个初级介绍 所以我就把这个直接顺序设定为1 好,那这样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单元 内容就把它指定到新的章节跟这个章节里面的顺序 好,那这个就是在第一个顺序 好,那大概经过如此之后 你就可以把你的作品发布 好,那产生一些代码再来做分享 好,比如说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会准备分享的这个就在这里 好,不对,因为还没有看到使用者 所以没有学习统计,不好意思 好,这边就是,这就是我像刚才一样的操作 那把这几个单元的部分稍微做了分类 从专题的操作,然后场景空间的介绍,360的介绍 那我觉得虚拟世界里面的物件、角色的事件跟任务 表现的情况应该就是最多的 因为这个影片其实我分成两个也是大致的看它介绍的方式 Object 1跟Object 2这边的内容其实还蛮多的 虽然影片真的都是短短的 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好好善用的话 学习起来其实是蛮方便的 OK,那这段的介绍就先到这边